設定 呃 顯示嗎 影像 圖框線視窗顯示 現在這個 open hardware monitor 的OSD在最上層 現在要先把它Lock住 然後 我不想讓它示範 因為它這個本來就內建了 離開遊戲 嗯 我們平常會用到的話 應該是這一個 Resitting Trade App 這個是直播的時候在用的 然後是 就是 Minecraft 我先用這個好了 改OSD的方式 欸 不知道 改JBM參數的方式 就是 編輯 更多選項 先給它 應該 因為有裝模組啦 還是4G好了 然後 開始遊戲 現在 OSD都還在 解決 讓它 是 解決 對 解決 解決 進到這個裡面 全螢幕是關閉的 然後兩個OSD都不見了 所以用改善VM參數它根本就不是無邊框視窗 然後呢 我模組已經全部都砍掉了 因為用模組的無邊框視窗也一樣沒有效果 重設 改回來 給大家看這裡模組是 沒有裝什麼Fushkin的東西 沒有什麼Borderless的東西 嗯 有啊 先讓它開始遊戲 現在OSD還在 對 這個 顯示設定其他 因為全螢幕是關閉的 那打開的時候OSD又不見了 然後現在要真正做到無邊框視窗顯示 要用的是這個 Win Explorer 找 這個 Minecraft 1.12.2 那這個東西的好處是不同版本都能用 先選 Style 然後Size 這個 排成你要的指示度 Modify 這個TrainMove 關閉的 OSD也都還在 OSD都還在 進到遊戲裡面的OSD都還在 用這個方法才是真正做到無邊框視窗顯示 就是玩minecraft 再來是 這一個 listing.io 的 串流 你要先使用OBS 串流到 listing.io 然後再從listing.io 串流到 YouTube或Twitch 或者是你的直播平台 那 編碼的是 直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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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裡 我自己試的結果 是NVNC 這個編碼 比較不會斷線 那 會員率就是看自己 直播播的順就好了 好 那這就是以上 整個 教學 整個無邊框視窗的教學 整個無邊框視窗的教學 然後這個 Win Explorer 就自行Google就好了 那它的好處是不同版本 都可以使用 那壞處就是 每次開啟的時候 這個都按 自己的 都要調整 好 感謝收看 拜拜